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的是这个 哇 大家眼睛很尖哦 放大看发现它是价值超过台币 37万的瑞士名表 还有是如何得到的 大家又开始引发讨论 那么看完金正恩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金正恩很多说他最要敌人是川普 那么这个人是有所谓 巴西川普称号的巴西总统 因为说他像川普就是因为 他讲话也是有点口无遮拦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最近在巴西有个问题 因为这个亚马逊的森林烂坎的问题 遭到批评太严重了 甚至还有人说 现在如何来拯救环境污染呢 他作为总统 他竟然讲出一句话 他非常的夸张 所以大家问他说 怎么样可以避免环境污染 他就说那大家就是 每隔一天在排泄 这个回应引发大家觉得很傻眼 他居然说这是可以拯救环境的方法 因此很多人觉得说 他真的是巴西川普 爱讲什么就说什么太夸张了 但受到夸张我们来关注哦 常说在香港的反送中 现在看起来没有手指幅 那么港警的暴力镇压 似乎也越来越夸张了 今天香港警察做一件事情 大动作 你看邀请来大批媒体了 那么甚至还在立法会议 做什么呢 他们要展示说 他们新来一台水泡车 大家说根本就是想要来政社示威者 但看起来是火上加油 启动强力水柱 喷下代表抗议民众的假人 港警昨天暴力镇压引发众怒 没想到12号却邀请媒体和立法会委员 前往香港警察机动部队总部 展示新武器水泡车的威力 港府日前赤字6640字亿台币 购买三辆水泡车 上个月30号已经完成相关配置操作训练 日前还正式上路试车 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试车水泡 但因为反送中抗议声浪一波接一波 港府为了威吓民众 传出这个月打算就要让水泡车正式服役 这次大动作进行水泡车的威力展示 更印证了这个说法 总长8公尺的水泡车上头不但有水箱 还能存放催泪装置 车顶和车头都有设置喷水装置 可以喷出墙里水柱和催泪药剂 镇压抗议民众 而且为了拍摄现场情况 左车顶还装有两只能360度拍摄的镜头 如果未来服役 恐怕又会对抗议民众造成另一波的威胁 只不过可以想象 港警火上驾驭的行为 也引来香港民主派议员的不满 刻意在水泡车前高举标语 抗议港警攻击示威民众的暴行 引来挺港府的建制派议员何俊瑶 和民主派议员以及律师起口交 港警一步步强化镇压力道 恐怕只会激化民众和警察的冲突 让未来的市卫场面越来越时空